好同学们我们下面接着看一下第九章 也就是世界当代史 我们刚才前面说了 世界当代史有三个部分内容 其中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 其实也就是二战之后 整个世界冷战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冷战形成的一个背景 就是亚尔塔体系 也有的称为叫亚尔塔体制 那么什么叫亚尔塔体系或者亚尔塔体制呢 这个呢 其实是要追溯到二战时期 他通过二战时期召开的一系列会议 比如说早期的三国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还有德黑兰会议 亚尔塔会议 波茨坦会议 等等 这些会议所签议的协定 总和 我们把它称为亚尔塔体系 亚尔塔体系 那么他的内容 实际上涉及的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其实就是如何打败法西斯的问题 如何打败法西斯 他这里头规定了 我们前面也讲过一些 其次呢 就是呢 如何重新绘制 二战之后欧亚的政治地图 其实就是划定 重新划定的各个国家的边界 处置战败的德义法西斯的领土 和他们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 第三呢 就是要重新 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真正的能够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 这就是联合国 提出了这么一个 第四呢 就是要对德义日法西斯 他们进行战后的这样一个管制 和他们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一个委任统治 在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 这四个方面 其实都是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积极进步意义 但是呢 我们也会发现 这里头也贯穿了一个 霸权主义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里头 谁去管制他们 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去管制 谁说了算 所以这里面呢 也透露了这样一个霸权主义的信息 所以雅尔塔体系 它有两面性 一个是积极的一面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消极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 它体现了一种反法西斯 反纳粹的一种正义性 进步性 而且在这当中 他在联合国组织 当中 他也提出来要维护世界的和平 而且他也承认 战后呢 要承认民族的自决权 承认一批独立的 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 所以像 这一些 都是进步的 而且他也承认 不同的社会制度 可以和平共处 不一定 非得抢求是 唯一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所以 这一些呢 它都是进步意义 但是呢 它也有消极的一面 这个消极的一面 就是呢 我们说 他们都含着自己的 争霸的这样一个目的 尤其是 英美苏 他们是 互相斗争 又互相妥协 就达成这些协议 都是在斗争和妥协的基础上完成的 所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划分 实际上是根据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他们自己的 这样一个需求 来 达成的协议 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亚尔塔体系可以说是 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说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 那么具体又是怎样 就是形成一个具体过程是什么 这是我们呢 重点要了解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怎样的呢 我们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机构 就现在仍然存在的联合国 这个联合国是在二战后期提出来的 那么联合国又是怎样建立的 现在因为仍然存在 同学们呢 要把这个问题要弄清楚 他是在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提出了 建立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 最后在亚尔塔会议上也多次讨论 多次讨论 达成了亚尔塔公事和大国一致的原则 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通过了建立联合国的决议 紧接着呢 又公布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等等一系列的章程文件 在十月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建立 那么建立之后联合国有了一些活动 尤其是早期的 同学们呢 应该把它弄清楚 那么到了后期 现在他有了一些组织 有了一些重要的活动 他的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是看一下 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对峙是怎样出现的 那么冷战的出现 我们说是从二战后期反法歇斯同盟的基础开始丧失 表现出来就是对战败国的处置上 我们说英美书之间出现了矛盾 对战败国的处置呢 首先是对五国 对五个战败国的处置的问题 这个五个国家呢 指的是呢 除了德国之外 除了日本 德国之外 那几个 法西斯国家 那有哪些呢 我们都知道 有意大利 有匈牙利 有罗马尼亚 有芬兰 还有一个 保加利亚 他们都后来 尤其是罗马尼亚 芬兰 保加利亚 匈牙利 他们后来 加入了法西斯同盟集团 那么加上意大利 这就是这个五个国家 对他们的处置 英美和苏联之间出现了分歧 这种分歧就说明 他们的矛盾开始出现了 最后通过伦敦外长会议 巴黎会议 几次商讨 最后达成了五国协约的基本内容 才达成协议 虽然最后达成了协议 签订了协约 但是暴露了美苏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分歧就开始明朗化了 这就是一个开端 其次对德国的占领和对日本的占领 美苏之间矛盾进一步加大 对德国的占领呢 我们都知道 在亚尔塔会议上就确定了 对德国分区占领 开始分三个区域 就是英美苏三个国家 三个占领区 后来呢 加入了法国 就有四个占领区 每个占领区实际上都在自己的占领区 是老大 说了算 但是呢 为了协调占领区之间的一些问题 当时也没有打算把德国分裂了 没有说要分裂德国 所以也还要维促德国的统一 所以要协调各占领区的一些问题 成立了一个四个占领区的总的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 就是一个总司令部 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真正的权利 没有真正的权利 而各个占领区呢 尤其是呢 英美 法占领区 他们总是跟苏联占领区形成对抗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他们的矛盾 他们的矛盾就出现了 其次呢 就是对这个 德国战后的去向 虽然说不分裂德国 但是呢 因为各个占领区 按照自己的国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去改造它 所以德国后来的发展去向就不一样了 最后呢 英法美占领区合在了一块 他们合并了 合并之后呢 来对抗苏联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加大了 紧接着呢 美国又占领日本 单独占领日本 又跟苏联 关系恶化 当然美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 主要的国家 而且他也首先占领日本 但是因为苏联也参加了对日作战 但是作战 因为当时啊 这个美国啊 想早日结束对日战争 想减少他的牺牲 所以极力要求斯大林早日对日宣战 啊 最后苏联打来了之后呢 美国又害怕 苏联抢占他在日本的胜利果实 所以呢 他就单独占领了日本啊 虽然也邀请苏联来占领 但是实际上他完全控制了日本 所以苏联非常不满啊 那么具体怎么控制的啊 他们也也有啊 盟国管制委员会啊 也有最高的啊 啊 统帅 盟国最高统帅啊 和啊 这个寿乡区的划分啊 都有 但是实际上是形成了美国啊 这个啊 独立占领日本的这样一种状态啊 最后呢 也邀请苏联来啊 但是苏联啊 实际上来也来不了啊 后来勉强成立了一个远都委员会 作为最高的协调机构 实际上也没有实际的意义 所以没有办法改变美国啊 单独占领日本的这种支配性的局面 所以呢 美苏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啊 恶化 啊 然后紧接着呢 啊 我们说啊 全国美国在全球性啊 就展开了进攻啊 我们来看一下美术冷战的兴起啊 这就是了 美国全球性进攻态势的开始啊 那么啊 美国全球性进攻态势呢 嗯 啊 就是了啊 美国自认为在二战之后 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哎 这个时候它终于迎来了啊 它称霸世界的机会 啊 啊 其次呢 啊 他不但 啊 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啊 称霸他还要在欧洲 啊 还要欧洲 啊 那么现在 苏联因为解放了东欧 控制了东欧一大批的国家 都走向了 倒向了苏联 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啊 比如说波兰 罗马尼亚啊 啊 匈牙利 等等这些国家啊 都被苏联所控制 所以 美国 哎 就要呢 啊 想控制呢 西亚啊 就想控制西亚和南欧 西亚南欧 同时呢 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军事条约往来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啊 西亚问题啊 还有呢 南亚的问题 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南亚的希腊问题啊 美国来支持希腊啊 希腊的啊 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来对抗 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啊 跟苏联抢夺希腊 其次呢 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啊 苏联跟美国进行争夺啊 进行争夺 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啊 美国啊 提出了遏制政策 他遏制政策提出的代表就是 乔治凯兰 乔治凯兰在1946年 发出了一个长电报啊 提出遏制政策 他是驻苏联的前大使啊 那么他这个遏制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啊 然后呢 丘吉尔在这个时候又硬要到美国进行访问 发布了一个富尔顿演说啊 提出了一个啊 铁幕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冷战的信号 最后呢 在1916年 希腊土耳其问题的恶化 在促使杜鲁门在1917年的国会 发表了一个之意 提出了要援助啊 希腊和土耳其啊 土耳其啊 他的这个啊 援助的这样一个决议 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一般认为是冷战兴起的标志 那么杜鲁门主义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1947年 所以1947年就标志着杜冷战的兴起 冷战兴起之后呢 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啊 冷战的这样一个冲突 这就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啊 柏林危机时间呢 是1948年啊 1948年6月 因为啊啊 货币改革的问题 因为英美啊 法战区货币改革引发的一场啊 柏林危机 这是第一次 在冷战时期一共有三次柏林危机啊 这要求同学们掌握每一次柏林危机的情况 这是第一次啊 这样呢 我们就说冷战就开始了 冷战开始之后就迎来了两大阵营的形成 首先是美国 美国呢 以他为首啊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呢 我们说资本主义的阵营 资本主义阵营的标志都是他全球性的进攻 同时呢 就是军事条约网的形成 那么美国在全球性的攻势呢 啊他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在军事上 一个是在在经济上是在前面啊 他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援助欧洲经济复兴来对抗苏联社会主义 其次呢 啊在欧洲扶持形成了一个布鲁塞尔条约组织 这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 欧洲的军事啊 这样一个啊条约 然后呢 再走向呢 啊文化啊 和对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援助 就是第四点计划 第四点计划就是一种经济技 就是一种技术啊 和对落后地区的这样一个援助 想把抢占这些啊新兴的民主解放运动独立的这些国家 来纳入他们这个势力范围来对抗苏联 啊啊 紧接着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军事条约网 这个军事条约网就是从东边呢 最早就是从日本开始啊 拉拢日本 然后韩国啊 过来就是中国的台湾 然后呢 啊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啊 然后还有印度啊 然后再过来啊 马来西亚印尼再过去呢 再到啊这个阿富汗啊 再到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啊 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啊 再到希腊啊 这一些国家一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 形成了跟他们签订一系列的签订一系列的条约 形成的一个军事条约网 来啊 围堵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啊 的这样一个他们认为的一个扩张和传播 那么这些具体的条约 比如说啊 跟日本的啊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啊 还有跟韩国的跟台湾的啊 还有跟西亚的这些国家签订条约 具体内容啊 同学们要看书掌握啊 要掌握清楚 那么其次呢 啊 苏联啊 在这种啊 美国的啊 这个资本主义正义形成的情况下 他又怎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阵营呢 那么苏联提出一个安全带政策 啊 这种安全带政策呢 就是呢 要巩固他的二战成果 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同时要扩大苏联东欧德社会主义阵营 那么他针对美国的遏制啊 政策 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洛威科夫报告 这些同学们要了解啊 洛威科夫报告的具体情况啊 要弄清楚啊 我们的材料上呢 啊 有介绍我们的啊 一些教材上啊 也有啊 讲解 同学们呢 要弄清楚啊 然后呢 啊 就是 苏联啊 也争锋相对的成立了啊 这样一个政治组织 共产党情报局啊 和军事组织 华沙条约组织 我们简称它叫华约 当然美国啊 军事条约网最后也在啊 这个 呃 呃 呃 成立了这个 北 北约 啊 北约啊 那么 苏联呢 55年创立了华约啊 北约呢 我们知道它叫北大西洋条约公约组织啊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 那么这个华约呢 就华沙条约组织 这是两个啊 军事集团的啊 形成 也形成一种对抗 那么最后在50年代 初期 我们说两大阵营就基本上形成了啊 也就形成了对峙 那么这种对峙形成之后开始呢 都是互相啊 对抗 所以在50年代是最危险的冷战的时代啊 那么啊 在50年代 在经过60年代 被美术争霸的格局就逐渐的完善了啊 当然这样一个争霸和对峙的过程中并不是一直是对抗 一直是斗争 他有时候呢 在矛盾激化的时候 他也会缓和 因为他毕竟是冷战 不是热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与美苏争霸局面的逐步形成啊 逐步形成 那么在这样呢 啊 这个美苏啊 呃 争夺最激烈的时候是在50年代 50年代啊 我们后面要谈啊 这个美国 他是一种进攻的策略 主要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啊 进攻的策略 那么呃 这个时候呢 被称为美苏冷战最危险的时代啊 到啊 50年代后期啊 关系有所缓和 这个缓和呢 就是了 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 赫鲁晓夫上台 调整了啊 对外政策啊 他知道他不可能单独打败美国 所以想跟美国平起平坐 来共同主宰世界 哎 所以就打出了一个缓和的啊 这样一个外交 啊 缓和外交 同时呢 就是呢 表现在呢 就是啊 对奥地利的处置啊 签订奥地利的合约上面呢 表现了他们的这样一个争夺和缓和 另外呢 啊 就是啊 在这个缓和当中啊 也会有争夺啊 这个争夺就表现在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机 啊 第二次柏林危机 那么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具体情况呢 同学们看书要了解 第二次柏林危机最后通过戴文银会谈 啊 来 进行了 啊 这样一个协调 啊 协调 但是呢 六十年代啊 啊 美国肯尼迪 啊 约翰逊 啊 执政时期 啊 他们继承了五十年代 啊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扩张政策 所以在六十年代呢 这个冷战啊 争霸的局面啊 又呢 开始加剧啊 那么这当中同学们就要了解 肯尼迪的啊 对冷战的政策是什么 约翰逊又是什么 肯尼迪啊 他在1961年啊 提出了一个和平战略 和平战略就打得和平的幌子 实际上他就叫一手拿 剑一手拿橄榄枝 这样一个和平政策 就是又打又拉的政策 来对付苏联 啊 那么他在这样一个总的政策下 对欧洲是一个什么政策 具体的一个外交政策 对非洲 对亚洲又是一个具体什么政策 他都是不一样的啊 同学们呢 都要弄清楚 在这种文武两手 又打又拉 啊 这样的两手下 啊 实行和平战略 啊 矛头还是对准了 苏联社会主义 阵营啊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 啊 他们想通过和平共处 来通过软实力 就是我们说的啊 这种文化呀 教育呀 外 就是这种科技呀 旅行这种方式来传播 资本主义的思想 和资本主义的优越 和经济的这种繁荣 啊 来影响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 啊 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呢 啊 这当中啊 也发生了啊 他们激烈的斗争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啊 这个呢 我们 就是因为啊 这个美洲啊 古巴 进行了卡斯特罗的革命 啊 卡斯特罗革命 然后呢 引起了美国的啊 反对和制裁 然后古巴就倒向了苏联 啊 苏联就巴不得在这个时候出来援助古巴 啊 那么最后来美国入侵古巴失败之后呢 围攻古巴 美国啊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就把导弹布置到了古巴 啊 秘密布置最后呢 美国飞机侦察到了 要苏联撤出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啊 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可以说是六十年代最严重的啊 这个美苏争夺的一次危机啊 因为这是一次核争夺 1961年 1962年啊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 最后是呢 双方的谈判 苏联的妥协而结束啊 苏联妥协而结束啊 也就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啊 前夕又发生了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年 第三次柏林危机 是因为柏林墙的世界 苏联啊 要围堵啊 这个啊 这个西柏林 所以呢 就建立了一个墙在柏林 城中间竖了一道墙 把东柏林西柏林隔开 啊 这个柏林墙 世界就引发了第三次柏林危机 具体的内容 是同学们要看清楚 这都是在六四年代 我们说啊 肯尼迪的和平外交战略啊 其实是文武两手的情况下啊 来跟苏联的一个较量 我们看得出来啊 他打着和平的幌子 在实际上呢 是进行的这样一种争斗啊 争斗 最严重的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其实是第三次柏林危机 那么约翰逊呢 是继承了肯尼迪的啊 这样一个和平战略啊 继承了他的啊 他没有更新的创新 那么古巴导弹危机呢 一方面啊 呃这个使得美苏啊 意识到啊 都不愿啊 走向热战 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意识到了什么呢 核威慑的可怕性 就核战的可怕性啊 所以在这个第一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 也为了啊 这个核威慑的问题 核武器的扩散的问题 他们也开始了合作 进行一个新的角逐啊 这里头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和格拉斯堡会议 啊 格拉斯堡会议 这些内容呢 啊 呃 同学们都是看书去啊 进一步了解啊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啊 这就是冷战啊 基本的这样一个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脉络 在六十年代啊 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冷战呢 就大有这个缓解啊 大有缓解 那么关于七十年代的情况呢 我们后面再谈啊 后面再谈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 在二战之后这些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他们的情况 这就是殖民体系的解体 与第三世界的兴起 这是一个难点 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太多了 啊 第三世界太多啊 是一个难点 但是呢 啊 他啊 并不是特别重要 啊 并不特别重要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书例 啊 同学们呢 再去看书 啊 这个二战之后啊 啊 我们说殖民体系是彻底的瓦解了 这个瓦解就是从亚洲非洲啊 这一批的啊 这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都挣脱了殖民锁链 彻底的独立了 从此以后啊 没有了啊 再也没有了殖民的这样一种制度啊 那么这个过程是从亚洲开始的啊 亚洲开始也就是首批啊 战后首批民族独立国家在亚洲诞生 那么在亚洲哪些地方啊 哪些地方 这个呢 同学们要注意 首先是从印度 所以就要了解啊 印度在二战之后的独立运动啊 啊 那么印度呢 我们知道 他在啊 甘地的时候进行过非暴力部合作 但是后来啊 印度呢 由于宗教矛盾的突出 他出现了一个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和印度 印度教的国大党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 啊 甘地也毕生在为印度的宗教问题而斗争 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而现身 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到 没有解决了 最后呢 这个英国知道他在印度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他要退出印度 就制定了一个叫印巴分治决议 印巴分治决议实际上就叫蒙巴顿方案 啊 蒙巴顿方案 嗯 他是啊 印度的总督 就英国印度的总督 蒙巴顿的名字公布的 所以叫蒙巴顿方案 实际上就是印巴分治 啊 最后在1947年公布之后呢 就创立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印度也就独立了 巴基斯坦也独立了 啊 所以印度独立的时候 他就分成了两个国家 啊 当然 这个也是与印度历来 我们说的独立运动的这样一个内部的特点 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印度人民在二战 啊 后期啊 是民主独立运动就开始高涨 二战结束之后 啊 他的民族运动是伊朗 告过伊朗 啊 印度也没有办法 啊 这个英国呀 英国也没有办法再控制印度了 啊 然后啊 他就公布了这个方案 啊 公布方案 最后印度呢 啊 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 1947年 嗯 啊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独立 8月15日印度就独立 啊 就是这样 这是啊 印度啊 那么具体 这两个国家具体独立的情况呢 同学们还要看书去了解 然后呢 就是呢 啊 啊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啊 印度尼西亚独立 啊 紧接着呢 就是东南亚 菲律宾 缅甸 马来西亚 啊 这些东南亚的国家独立 这些国家都比较早 在四五十年代 啊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 马来西亚稍微晚一点 也是1957年 马来西亚就独立 啊 然后亚洲的独立 浪潮就传到了西亚 所以在西亚地区也出现了 啊 民族独立的浪潮 啊 西亚主要是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啊 这三个国家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啊 现在呢 在四十年代末 1946年到1917年 啊 独立 紧接着呢 以色列 也呢 啊 建国 啊 以色列建国是在1948年 啊 1948年 啊 1948年的5月14日 啊 5月14日 啊 1948年 也就是说 印度1947年 啊 8月独立 1948年5月 以色列 也独立建国了 啊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的近 就那个时候独立啊 啊 浪潮可以说是 当然 以色列的独立呢 引发了啊 这个 中东战争 啊 后面随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 又叫 啊 第一次又叫巴勒斯坦战争 啊 中东问题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呢 就跟以色列的啊 问题 以色列的这个复国主义运动啊 和巴以的这个矛盾是啊 连在一起的 这个呢 是同学们看书啊 也是一比较重要的内容 要去了解 啊 然后呢 独立啊 这个运动的高潮就从亚洲传到了非洲 啊 传到非洲 那么这里呢 在西亚啊 直接传到非洲 西亚呢 我们说是从以色列 叙利亚 黎巴勒 然后伊朗啊 伊朗也呢 啊 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改革 啊 从半殖民地的状态 半封建的状态 走资本主义状态 最后获得独立 推广啊 从从经济上独立 就是石油国 石油的国有化运动 啊 然后呢 开始独立啊 然后再到非洲的埃及 啊 埃及呢 啊 经过塔普特运动 啊 没有独立 在啊 我们说 啊 二战之后呢 啊 终于啊 获得了独立 啊 他的独立的啊 民族运动的 就是纳塞尔啊 发动了啊 这个七月革命啊 七月革命 1952年纳塞尔发动七月革命 最后来啊 推翻了埃及的法鲁克王朝 啊 建立了埃及的啊 资产阶级共和国啊 所以埃及呢 这个时候终于独立了 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纳塞尔当选为总统啊 紧接着呢 收回了苏伊士运河 发动了啊 苏伊士运河战争啊 然后呢 啊 西亚的伊拉克啊 也获得了独立啊 这个时候呢 非洲的独立呢 在北非也开始了 50年代 北非第一批国家开始独立 北非第一个国家独立的是利比亚 利比亚 啊 1951年随后摩洛国阿尔及利亚啊 还有南部的苏丹这些国家也纷纷的独立 啊 这个时候南部非洲 就撒哈拉撒末以南的非洲 稍微晚一点啊 撒哈拉撒末以南啊 稍微晚一点啊 呃 在50年代后期 比如说加纳的独立啊 几内亚的独立啊 这些都是在50年代后期 57年和58年 然后呢 才扩展到了啊 这个 什么叫黑非洲啊 黑非洲啊 那么啊 非洲第一个独立的高潮 是在50年代 北非啊 第二个啊 高潮 就是第二阶段 是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 这个时候是他独立最多的啊 一个啊 时间段啊 这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的非洲年 非洲年就是1960年叫非洲年 就这一年呢 啊 就是这一年1960年 非洲就有17个国家独立 随后呢 啊 在整个60年代啊 非洲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就是说到60年代末非洲80%以上的国家都获得了独立 所以他第二阶段是他最主要的独立运动的阶段 啊 这个时候啊 法苏殖民地 英属殖民地啊 英属殖民地 还有比苏殖民地 就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英国的殖民地 法国的殖民都获得了独立啊 啊 从啊 70年代进入了非洲独立运动的第三个阶段 啊 这个时候主要是呢 最早的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啊 比较顽古 这个时候才开始独立 就是比如说葡萄牙 西班牙 非洲的殖民地 就是在第三阶段 70年代之后啊 朴俗非洲殖民地独立 那么啊 大家去看看地图最好啊 在哪些地方 他们占据的地方有哪些国家 啊 然后还有呢 啊 这个西班牙 西俗啊 有一有一点 主要是葡萄牙 葡萄牙是最主要的 啊 还有少数的 比利时的 啊 我们知道 新航路的开辟是葡萄牙 最早在非洲开始 所以最古老的在非洲的殖民国家 就是葡萄牙 他独立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晚 啊 还有朴俗 嗯 好 朴俗 然后呢 啊 到70年代末 啊 我们说呢 朴俗殖民地啊 基本上都独立了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体系也彻底的瓦解 到80年代进入最后第四阶段的非洲独立运动的啊 时期啊 这个时候也是非洲最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啊 这个时候的啊 主要是还有两个国家没有独立 一个是金巴布韦啊 一个是金巴布韦 一个是纳米比亚啊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他们是什么独立的啊 纳米比亚是最后非洲独立 是1990年纳米比亚才独立啊 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之下和压就是这种压制之下啊压力之下啊才获得独立啊 此外呢 我们说还有在这个大洋洲有一些啊 小国的独立 另外呢 就是在美洲啊 美洲呢 就是我们说的古巴啊 古巴的革命和他抗美的独立啊 获得了成功啊 还有呢 就是印度自那的一些小国啊 他们反对英法殖民地的独立 比如说啊 越南 老挝 柬埔寨 越南老挝柬埔寨 那么这些呢 国家原来都是呢 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美国取法啊 代之他们都抗美 尤其是啊 法国撤出越南之后 美国啊 来啊 地步 最后爆发了美越战争 一直打到七十年代啊 越战才结束啊 这个呢是同学们都知道 这一大批的啊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亚非啊 的独立 我们说啊 被称之为第三世界 他们迅速的崛起啊 第三世界的崛起啊 就是这么多国家 人口多 国别多 范围广啊 他们都是刚独立的国家 经济上比较落后 所以叫发展中的国家 就叫第三世界 他既不是属于啊 资本主义正义 也不属于社会主义正义 他是独立的啊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他们独立自主的发展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独立后 亚洲这些国家是怎么发展的啊 我们知道亚洲在独立之后啊 印度的发展啊 印度是怎么发展的 印度尼西亚是怎么发展的啊 还有东南亚的国家啊 最后还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啊 这个时候都崛起啊 亚洲国家也进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啊 比如说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啊 还有南亚区域联盟啊 区域联盟他们的合作啊 亚洲蒙求自己的发展啊 那么啊 这是南亚和东南亚 那么西亚呢 因为他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石油啊 他们也蒙求合作 但是由于啊 石油的位置和战略的影响 再加上阿易的冲突 所以中东也就是西亚 在二战之后是动荡不安啊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了解 中东地区啊 这个他们的动荡在哪里 就阿易冲突表现哪里 他们的啊 表现他们的矛盾 和矛盾的发展啊 其次呢就是呢 啊 产石油的中东国家 他们在石油啊 啊 这个巨大的这个啊 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这些国家 石油啊 这个国有化 是怎么进行的啊 最后石油带动了他们经济 是怎么腾飞的啊 这当中主要就是伊朗啊 伊拉克 还有呢 一些啊 小的国家 比如说啊 科威特 巴林 另外呢 还有阿联酋 啊 沙特 啊 阿曼 啊 这些国家 他们又是怎么发现 当然不是说西亚国家 都盛产石油 大家注意啊 有些国家石油并不多 但是有些国家石油就非常多 啊 所以呢 有些国家石油多 他经济实力增强 他就想充当西亚的霸主 比如说伊朗和伊拉克 所以随后呢 就引起了两一战争 这就是他们政局的动荡 两一战争结束之后呢 又引发了伊拉克跟科威特的冲突 美国卷入进来 又爆发了海湾战争 啊 先后是两次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都是亚洲 西亚一直是一个啊 动荡的一个中心 到现在啊 西亚仍然是个中心 我们知道叙利亚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联合到现在的情况 去看西亚把它把它连起来 拉通啊 来看这个西亚啊 从他的石油 他石油是个根源 一直到现在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啊 非洲的发展 独立后非洲的情况啊 非洲呢啊 发展经济困难 而且非洲有历史的原因呢 啊 他殖民导致的这个根源 啊 导致的根源啊 就是他这个独立的国家都是 在殖民地的基础上独立 他的民族部族都是分裂的 所以引起了很多的部族 民族之间的矛盾 再加上殖民留下的后遗症 经济实力基础差畸形 导致非洲 内乱不止 经济长期的贫困 啊 这当中啊 尤其是黑非洲地区 啊 特别的贫困 啊 这是非洲大致的情况 另外就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是很早就独立了 但是他在经济上 实际上没有完全独立 啊 所以拉丁美洲面临着一个什么 现代化的问题 所以大家了解 啊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啊 这个问题呢 解决的不好 就引起了他的政局的动荡 啊 那么这个现代化呢 就是他的啊 怎么样 摆脱啊 这种依附性的经济 啊 能够呢 使他的经济能够独立 走工业化的道路 啊 但是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的原因 导致了他有这种什么呢 军人啊 啊 干政的传统 就是我们说的 考利罗政治 就是军人独裁 啊 这样就导致了他的什么呢 政局的不稳定 经常发生政变 其次呢 在经济上 在农业上呢 他又有盛产这种大土地制度 所以导致了这种贫富分化 极其严重 所以呢 拉丁美洲长期啊 就是呢 停滞不前 啊 他的发展非常缓慢 啊 而且呢 啊 外在啊 非常啊 非常大 非常多啊 借了很多外在 这是阻碍拉丁美洲发展的一个啊 状态 拉丁美洲面临的一个困境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亚非那都是啊 有共同特点 都是属于第三世界 所以呢 那也都密切的合作 尤其是亚非啊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亚非的合作 亚非会议的召开 啊 然后呢 还有啊 第三世界提出的不结盟运动 啊 不结盟运动 是怎样一回事情 啊 去去事情 那么亚洲非洲 相互之间合作 而且各个啊 州内部也有自己的合作啊 的这样一个体制和组织啊 合作组织啊 在啊 这个亚洲有 非洲有 还有拉丁美洲有 啊 比如说啊 我们前面提到的啊 东南亚联盟啊 还有南亚联盟啊 还有呢 啊 77国集团 也就是发展中的77个国家 他们联合的这样一个宣言 我们叫他77国集团啊 这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 啊 这是在二战之后啊 这个20世纪60年代啊 所以从77国集团啊 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就表明 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啊 那么这些政治力量表现的哪些方面呢 啊 同学们看一下我们的材料 啊 我们这里有区域性的组织啊 越来越多 啊 我们前面谈到的非洲的亚洲的都有 比如说非洲统一组织 还有东南亚国家联盟 还有石油输出国组织 另外呢 啊 东南亚地区 啊 他们是怎么合作的 还有呢 啊 西亚地区 啊 东南亚地区就是东南亚 国家联盟啊 东南亚国家联盟 那么西亚地区就是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又叫 欧佩克啊 欧佩克 啊 另外还有中美洲的啊 这个组织 还有南美洲的组织 啊 都非常多啊 都非常多 这点我们就不再一一 啊 列举啊 这个呢 是一个难点 就是他就是啊 范围广国别多 啊 但是呢 因为他啊 不是那么的重要 啊 我们呢 做一个啊 大概的了解 啊 就是重点的掌握 啊 这些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了解 啊 我们把它的脉络 体系弄清楚 啊 一般呢 啊 也就 啊 差不多了 啊 那么 关于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给同学们出了思考题和名词解释 啊 那么同学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些题目呢 来啊 复习啊 复习我们啊 前面呢 啊 所学习的内容啊 像这些内容啊 大家啊 如果不容易记忆不容易掌握呢 啊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看几遍啊 多看几遍啊 实际的可以呢 做一些练习题 啊 这样呢 就能够啊 啊 巩固下来 啊 呃 这一部分呢 是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啊 是我们当代史当中最重要的 另外呢 还有呢 就是啊 两个阵营呢 啊 他们在啊 冷战时期各自的发展情况 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 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啊 各自的情况 啊 那么其中资本主义阵营呢 这一块呢 啊 是啊 呃 比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块呢 更要重要啊 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 他是啊 没有定论啊 没有定论 所以呢 我们啊 随后呢 我们在学习啊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时候 这一部分呢 同学们呢 要啊 稍微啊 重视一下啊 要多啊 重点的复习一下 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呢 我们可以啊 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啊 那么后面的啊 两块内容呢 我们就下一次啊 再来学习啊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就下一次